最初他只是一个令人痛惜的失足者 然而当警方展开追捕行动 将神秘的女人引入包围 把狡猾的男人逼向陌路 他才露出身上背负的累累罪恶 《三宗罪》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一样你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了 应该是真的应该讲清楚 三十一岁的李渊心里非常清楚 这回肯定是难逃一劫了 五十克以上一个杠杠 就是五十克一下这个 如果参与犯五十克一下 好像是三到七年不等吧 五十克以上就是 李渊将来要背负何种罪名 完全取决于警方能够掌握多少证据 可是警方却认定 事情没这么简单 李渊没想到自己刚刚到达乌海就被人盯上了 2011年11月28日凌晨时分 内蒙古乌海警方在例行的治安巡落中 注意到一名青年男子驾驶外地牌照的轿车 四处游荡 好像在寻找什么 这名行踪可疑的男子到底在做什么 警方决定依法进行盘查 刚一进入房间后 民警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味 林警的判断当场就得到了印证 这个插着橡胶管的瓶子说明了一气 大约有15公分高 有5公分粗 那么一个圆重体的冰壶 冰壶是吸毒者专门用来吸食冰毒的工具 证据面前男子只好如实招任 他的名字叫李渊 30岁 宁夏银川人 已经有一年多的吸毒史 李渊也明白 一旦被公安机关抓获 他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如果没有后来的新发现 李渊受到的处罚也许就仅限于此了 可事情偏偏不遂人愿 从李渊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警方当场查出了14克冰毒 这个数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因为普通的吸食毒品者 他一天也就是抽个吸个一份 咱们就说了 最多的就是一克 到两克 身上可能装有一克两克这个冰毒 这是吸食毒品者 你14克 让你肯定要入你的去除 面对警方的质疑 李渊声称 这些冰毒都是用来满足自己吸食的 根本没打算贩卖给他人 我来无法就不是说 我是来做最方便的东西来的 其实说不来 就是一直说自己那种 心里挺 不甘心说是那种 是我来了在身上放的这个东西 然而 就在李渊极力否认的时候 警方又查出了一架微型电子称 一副塑料手套 还有几个小包装袋 这些物品进一步加剧了警方的怀疑 你自己既然是吸食的 那你就不可能拿电子称 还有用的那个缝包 就是那个贩毒 就是把那个毒品进行缝包 那个小塑料包 小塑料袋 他拿的很多 所以这个一般是就是在 这个贩卖毒品过程中 他把大包里面的 放在小包里面称 警方调查证实 李渊随身携带着冰毒和分量工具 在前一天下午五点 驾车到达乌海市区 当晚跟朋友吃饭娱乐 直到深夜 凌晨时分就在冰馆被警方查过 如果是我们不抓过他 那么作为李渊 他当然当时身上 虽然是仅仅是携带着14颗毒品 但是如果是交易成功了 说明银川到乌海的这个贩毒渠道 他就通畅了 那么后续的毒品 就马上可能流入我们乌海 走走 尽管李渊在乌海地区 并没有进行任何毒品交易 警方还是认定 这个人身上大有文章 李渊今天要回家了 不过谁都看得出来 他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我们就问李渊家族还有什么东西 李渊当时拒不真承认 说家里他啥都没有 他说我就是要搬家里他啥都没有 三十岁的李渊至今未婚 独自住在银川市区的一套单身公寓里 和时下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李渊也喜欢在电脑前度过大量的业余时光 但是和大多数人又极不相同的是 他的电脑旁少不了这种堕落的道具 显然李渊的生活已经与冰毒难舍难分了 我们可能这种群体它区别于那种吸毒的人 就是虽说都是 结果都是一样都是在玩这个东西 但是是以那种 咋说呢 我们就肯定当作一种 娱乐性的一种 可能消遣性的一种 眼前的情景让警方确信 除了随身携带的十四颗冰毒 李渊手中肯定还有更多的存货 当他们进入厨房搜查时 果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在他的厨房的厨柜里面的 一拉开厨柜 一个小塑料袋 塑料袋拿下来以后一看 里面有一个 气袋 风一挽好 外形像这个味精一样 白色的精神抓了这种 很无耻 每包丁股 拿那个很好的内心 全部缠在四颗面 它那个东西是怕潮 它拿手底全部裹得了 大家都确信 李渊的家中会有一定储存 可十一枚预料到 会有这么多 我拿手颠了 一包大约就是在多少 一两 它那个大约就是有一两左右 也就是说一包可能就是五十克 加有七包从三百五十克来 对于这种危害个体生命 并且殃及整个社会的毒品来说 三百五十克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非法持有冰毒五十克以上 就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加上随身查获的十四颗冰毒 李渊已经构成 非法持有三百六十四颗冰毒的严峻事实 他必将为此受到相应的法律惩处 如果真正在意识上面 对这个东西有那种 就是等法的话说白了 就是啊 就是那种 以及那种刑法上面的 多少颗多少颗 能成啥样的罪这种的啊 他肯定出现不了这种事 就是还是那种意识上太 太单薄了 从公寓出来时 李渊多戴了一件外衣 他知道这一次要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回来了 罪恶交易的台前幕后 活跃着一个神秘的女人 我就说盖子不太知道 方法挺白的 突如其来的抓捕行动 打破了旅途的瓶颈 三宗罪 天王栏目正在播出 乌海警方从李渊手中 先后查过了三百六十多颗冰毒 李渊本人也做好了认罪扶法的准备 然而乌海警方不想救死凭什么 我们打资就是说考虑到数量正多的毒品 就是流入啊 就是咱们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说这个案件有必要再进行这个瓦砂追查 要根据李渊的交代 要顺腾摸瓜 把整个他们这个贩毒网络 要给他断掉 李渊交代 在家中藏匿的三百五十颗冰毒 来自两名陌生男子 他并不认识这两个人 当时是由一名四川级的女人 从中牵线联系上班 特别人家不是四川的吗 我就说认识吧 认识这方面的人吗 他说认识 因为可能就是在这边买肯定是贵了 那边便宜嘛 有认识的话这种的 去过去买点 警方意识到 如果要找到那两个提供兵毒的男人 必须首先找到这个居中介绍的女人 然而李渊对这个女人也并不熟悉 只知道她曾经在银川某个歌舞厅当服务员 大家都管她叫小梦 我当时我们也判断这是肯定是假名 因为在一种场所这种名字呢 可信足肯定是不可靠的 肯定不可靠 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他的证明 但是我们也就无通这个查识 因为达斯如果要到那个南法华歌舞厅 去查他的这个就业人员等纪 可能就会打草惊设 李渊回忆 小梦曾经告诉他 自己近期要乘飞机返回银川歌舞厅上班 因为我知道他跟我说过是几号他回来 我就确定绝对是今天回来 然后至于哪班飞机你说不清楚 成都与银川之间 每天有三个航班 如果李渊提供的信息属实 那个叫小梦的女人 最早将于当天上午11点50分 飞进银川机场 警方必须尽快弄清小梦的真实身份 我就说个子不太高 长发挺白的 警方专案组通过民航部门 调取了当天从成都飞往银川的 全部旅客信息 在当天下午3点55分到达的航班乘客中 警方锁定了一位长发披肩的中年女子 大约在二十多 二十大级 三十出头这个样子 皮结发 约脸 乘客信息显示 这名女子叫郑开穷 三十二岁 四川人 她到底是不是李渊所说的小梦 警方也不敢肯定 最后叫李渊过来一看 是不是她 就是她 那李渊当时在机场就确认了 是不是她 是不是她 而后我们就拿着我们的手机 又成电脑的显示屏 要把那个正开穷的相片照下来 又 以短信息的方式发给我们所有布控的民警 在耐心守候了四个小时后 警方终于看到了一个期盼已久的身影 从那个飞机出口出来 它领行李的时候 我们就辨认出来 因为它有个特别的标志 它个儿比较小 披着一头长头发 我就假装 我一个人我就跟着她 我始终是跟着她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和她的距离是最近的保持 我要和她最近保持 随时准备抓她 这个女人绝对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落入一个严密的大网之中 今天是再劫难逃了 此时这个女人的举动 让警方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期盼 她在一个就是打电话 说你在哪里 当时呢 就是我们分析就是 她给来接她的人打电话 如果有人请 也许也是她的团伙 我们要在集团 就把她一瓦打进 她一直走下了 走出候机厅 走下台阶 走到停车场那个位置 接她的人都没有出现 我们当时就说 是不是接她的人没来呀 正在警方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目标的身边 事后调查证实 接机的男子 只是郑开雄的一位普通朋友 并未参与毒品买卖 面对突然降临的拘捕 郑开雄表现得非常愤怒和困惑 说你们为什么抓我 我是一个好人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冲锋 我说你是叫郑开雄吧 她说是 我说那就一点次也没 她不知道李渊已经病 因为李渊到了银川以后 平安到了银川以后 给她发一条东西 我也平安到银川 给她发一条东西 她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这两三天的时间 她就出了事了 最后塔兰 一听说字 已经把银川的 他的下线抓住了 他打死也惊 你瞎子又抓了 你瞎怕他 郑开雄承认 他确实帮助李渊购买了毒品 但是他只是以朋友身份帮忙 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这个犯罪协议呢 他提到这个 居接介绍的作用 下线我认识 上线你下线你不认识 通过我介绍 是吧 他们俩把这个毒品交易成功了 你居接介绍 不管你是否再从云获利 一例以贩卖铜饭共处 追究其刑事责任 令警方感到惊讶的是 郑开雄交代 李渊在成都一次性购买了 整整500克冰毒 总共花了12万元 这一下子和这个李渊说的数量 又不吻合了 李渊说350克 这个郑开雄呢 说500克 从中擦了150克 那么这150克毒品 到哪里去了 再对这个李渊进行试 李渊呢 一概不承认 什么事都不承认 不承认他这个 他就咬死 就是他350克 此时李渊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无论是350克 还是500克 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重罪 他要是从四川 把毒品带到了 污害也好 云传也好 从假地带往以地 咱们就可以给他定成为 英属毒品罪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运输冰毒50克以上 就可以处15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至此 李渊已经面临 非法持有毒品罪 和运输毒品罪的 双重指控 精明狡猾的毒贩 也有致命的软肋 抓捕小组 承虚挨入 当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 杨阳已经把板 就是给他火器烤好了 一场莫名其妙的误会 打草精蛇 错过来圆满收场的 大好机会 汪量要逃跑 他肯定会远走高危 找一个很偏忧 屁的地方 三宗罪 天网栏目正在破坏 2011年12月22日 就在郑开穷 落网的第三天 乌海警方组成的 八人抓捕小组 抵达四川宜宾市 展开秘密行动 据郑开穷交代 卖给李渊毒品的 两名四川籍男子 一个叫杨业 一个叫汪量 就是他俩要 在这个拱全镇 卖毒品冰毒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人 要的人多的情况下 来不及的时候 他俩会互相去送的 就是你去给张三送 你去给李四送 他俩是没有关系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抓捕小组很快掌握了 杨业和汪量的行踪 两人最近都在位于 宜宾市南部的 拱全镇活动 经过两天的秘密侦查 抓捕小组确认 杨业就住在当地 一家小宾馆里 不时进进出出 显得很忙碌 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汪量却一直没有参与活动 莫非他已经听到什么风声 2011年12月25日凌晨四时 外面还在下雨 杨业带着几个人回到宾馆 估计又有开始 每天例行的放纵享乐 抓捕小组决定 立即展开突击行动 他们的六个人是喝了酒回来的 他们都在那准备干什么 都是准备在那西式毒品的 当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 杨业已经把板 就是都拿火机烤好了 杨业就是把冰都掏出来 放到桌上 准备烫了西式的 就在他冰卧了 带上一起西式毒品的 共同西式 总共提供场所 为其提供毒品的 构成了荣油塔人 西式毒品罪 警方深知 杨业和汪量 联系紧密 一旦杨业落网 汪量很快就会察觉 抓捕小组不敢怠慢 连夜压着杨业赶到汪量家 准备趁对方熟睡之际实施抓捕 但是这一次 他们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因为当时汪量家是一个防盗门 最后当时汪量家是一个防盗门 最后当时汪量家是一个防盗门 我们也不敢叫 我们要这么敢叫他 肯定也不行 最后没办法 只有说是叫开门 唯一能叫开门的就是杨业 警方明白 让杨业出场 不是最佳选项 但时间紧迫 已经不容多想 我们当时是这种给他嘱咐的 说我负责敲门 你负责叫汪量 但是我敲完门以后了 杨业并没有喊汪量的名字 他就说 有点尖隔 发两声以后 门就开了 我们以为是汪量 因为他最好背痛的我们做的 其实他这一个遗书 一抓了以后 最后把我脸来一看 有点不对 错抓了 抓捕小组 搜遍了这户人家里 每个能够藏人的地方 就是不见汪量的踪影 汪量的父亲声称 儿子今晚根本没回家 在交谈中 这位父亲的上衣口袋 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发现他的父亲都有头鼓鼓囊囊的 因为他当时装着一个挺大的一个盒子 大约有全都这么大的一个铁盒子 发现鼓鼓囊囊 拿出来以后了 分别是这个微信电子秤 分装工具 还有这个分装冰毒的小泡沫 这位父亲能够抢先藏你儿子的贩毒工具 说明在开门之前 屋里的人就已经察觉到警方的到来 而汪量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隔壁路就是民居家的墙 发现那上头有个脚印 就是证明汪量已经逃跑 事不宜迟 警方派人迅速沿路追赶 结果在半路发现了一只拖鞋 可能也是为了变异逃跑 因为穿拖鞋毕竟他跑不动 所以把拖鞋都扔在路上以后 逃跑的 汪量要逃跑了 他肯定会远走高飞 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待下来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犯下什么罪 他涉嫌买卖毒品500克 这个罪是很大的 一个重要的贩毒者 就这样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抓捕小组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本来是手斗勤来的突起行动 却又出现意料之外的揭 但当时确实没有光亮 当时大伙心里面也是很紧张 是不是咱们判断失误 或者是有出现新的情况 一项接一项 不断累加的深重罪行 让他心怀恐惧 他深深地知道 他自己交代的情况下一下 他将面临的事 三宗罪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汪亮仓皇出逃 必定会远走高飞 然而警方也推测 他眼下不会跑得太远 外头下着小雨 他走不了 凌晨四五点钟了 他出不去 他身上肯定没带钱 他的衣服都在 他身上也没带 他怎么走啊 他走不了 所以说我们就分析 他肯定就在拱权镇周边 警方确信 作为长期的贩毒搭档 杨叶应该知道 汪亮可能求助的地点 杨叶最后给我们提供了说 提供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他的表哥家 就离汪亮家不是很远 大约有一公 一点五公里左右 其次有一个姓张的 也离这儿不是很远 抓捕小组 立即带着杨叶来到表哥家 我们吸取上次的教训 就没有让杨叶去敲门 只让杨叶指了一下家 我们就把杨叶带下去了 带下去以后了 我们就以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检查 入户检查的名义 对杨叶的表哥家进行敲门检查 他这种不开门 就更增加了我们这种信心 就说这个汪亮 说肯定在这个家里头 汪亮是肯定在这个家里头 他不会说是敲门不给开门 在拖延了七八分钟后 正当警方试图 以通过其他方式 强行入门的时候 房门却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您几个人屋里头 杨叶表弟说我俩人 说还有其他人来过吗 说没有 他当时他就一口否认了 就他们俩人 然而眼前的情景让警方确信 这户人家极有可能会融流 正在逃亡的毒贩汪亮 抓捕小组 找遍了房间里的每个角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依然没有发现汪亮的踪影 我们搜的很细的衣柜 厨房 卫生间 他客厅里的衣柜 这么大的人都到哪去了呢 但当时确实没有光亮 当时大会心里面也是很紧张 是不是咱们判断失误 或者是出现新的情况 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准备转移别处的时候 放在地中央的双人床 突然给了大家一线希望 最后唯一一个能床下一个人的空间的地方 我们全部翻过了 只有这个床垫底下我们没有翻 唯独的一个床垫底下可以藏住一个人 最后王岐岐翻床垫 就穿上秋衣裤裤 光着脚 秋衣裤上全部是那黑泥巴 他跑的途中 他也有跌跌撞撞的 他也有摔倒的时候 可能是 全部是泥的 这个狼狈不堪的男子 就是毒贩汪亮 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 他居然把自己囚禁在床垫下 而后他的脖子上 还杠出来几根的血印子 血痕 让那个木头 那个棱角 当石膀镜钻的时候 把这个缩子骨这些位置 脖子上 全部已经就是 划伤的 痕迹都有 当时我们也感觉的 就是为了逃避打击 为了逃生 这确实这种欲望 确实是很强烈的 经过耐心的守候 和连夜的抓捕 李渊的上限全部落网 汪亮和杨叶两人 一致证实 竟由郑开雄从中介绍 他们一次性 卖给李渊500克冰毒 和这个 郑开雄的 说的500克是吻合的 所以 我们当时了就是判断 李渊在说好 说的好话了 不是350克 还有一百五十克 他没有说明基础 因为他不交代他的卖下降 他只是运输携带 他一买卖 这又多了个家里条罪 他就是运输买卖 卖毒品 所以说李渊他知道 他深深地知道 他自己交代出来下降 他将面临的什么 所以说他 一直坚持 就是一直在扛着 我没有卖 李渊这次购买的 500克冰毒 总共支付了12万元 而警方通过外围调查得知 他手头并没有这么多钱 当警方追查这些独自的来源时 一个叫王骁龙的人浮现出来 王骁龙交代 李渊在筹集毒资时 从他手中借走了三万元现金 然后以130克冰毒来抵债 而王骁龙 转手就将这些冰毒化整为零 加价后 卖给其他吸食者 从中借他没有查实 准查得知他的证据证明 他把这100多个贩卖 所以他这个性质呢 更确切地证明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 吸食毒品者 而是一个策划 运输毒品 贩卖毒品的人 一个政大贩人性 至此 李渊此次所购买的 500克冰毒 全部用着陆 350克藏在家中 130克卖给了下家王骁龙 自己先后吸食6克 还有14克 随身带到乌海 寻找马家 这500克冰毒的不同去向 重申证明 李渊并不仅仅是一个 普通的毒品吸食者 也不仅仅是 大量毒品的非法持有者 而且还是 罪恶深重的 毒品运输者 贩卖者 这个年仅31岁的男人 将面临至少 三项罪名的指控 非法持有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 和贩卖毒品罪 前方等待他的 恐怕将是一个年轻生命 也无法承受的 沉重未来